眼前这六个一模一样的真皮驴箱 就是他们打败黑巫师麦苏的唯一办法 因为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着仅存的一只 可以看到未来的神兽七宁 原来麦苏为了顺利当选魔法部长 准备当众让七宁来挑选最合适的人选 而这只七宁早被他一刀封猴 又被他再次复活成为了行尸走肉 所以他们要在选举那天将真正的七宁送到仪式当场 从而揭穿麦苏的惊天谎言 于是众人开始随机挑选皮箱 可就在雅各布准备拿起脚下的皮箱时 邓布利多全联盟将他制止 显然那只箱子里装着真货 于是雅各布拿起另外一箱 然后便和邓布利多提前一部传说的选举会场 而扭特则拿起那箱真货 紧跟着进入了传售门中 最后其他几人依次跟上 然而进入会场的道路并不通畅 麦苏早就在必经之路上布满了重重守卫 很快黑妹和特修斯就被对方盯上 眼看对方人数众多 一场大战一出即发 没想到两人一一抵板 轻松就搞定了一种小卡拉米 但配角总会是配角 他们下一秒就被敌人俘获 而雅各布也在帮助柳特的头盆后 丢下皮箱就逃之夭夭 于是当敌人打开皮箱 却发现你们并没有神兽其宁 就在小卡拉米们一年蒙逼时 皮箱类的咒语突然启动 无数面包瞬间将敌人掩埋 书吉突然变成恶鬼 不停地撕咬他们 就连金色飞贼也带着游走球 不断击打对方 道具的干扰成为让柳特带着箱子进了会场 但就在这时 部长的助理突然将他拦住 不由分说 便要抢走皮箱 柳特死死抓住 结果却被一枪打晕 当他苏醒过来 就发现选举仪式已经正式开始 当工作人员放下傀儡七零 小可爱便一拳一拐地挑选起来 柳特见状急忙上台阻止 可当他拿到皮箱 箱子却突然腐烂融化 瞬间就灰飞烟灭 而与此同时 小清零也不出意外地选择了卖书 难道恶人就要从此鸡犬升天 那不可能 就在这时 一片灰尘突然落到卖书脸上 那时小帅带着火凤凰来到了现场 原来他在与邓布利多的交手中 终于知道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真相 当年父母并没有将他抛弃 而他自己却走上了击途 于是为了改过之心 他当初说出了卖书的谎言 纽特眼看时机成熟 也立马指出了黑巫师的骗局 但卖书却毫不在意 他声称对方并没有任何证据 就在纽特不知所措时 祝你二岁及时出现 送上了货真价实的皮箱 原来为了迷惑卖书 就连纽特也不知道自己拿的皮箱也是假的 随着箱子的打开 七年的双胞胎妹妹赫然出现 而当部长举起那只傀儡七丁 却发现他很快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迈出顿时恼羞成怒 他举起魔杖就想干掉了小帅 随着千钻一发之际 邓布里多兄弟同时举起了魔杖 只见三个咒语相互接触 邓布里多手上的血咒竟突然破碎 看来再牢不可破的咒语 也敌不过两人的背道而驰 于是在幻境中 两人陷入了最终决战 随着十元中的破碎 邓布里多和麦书也彻底决裂 而与此同时 吉宁也选出了部长的继任者 迎看大势已去 麦书赶紧竖起防御 放下狠话便信心离去 一场危机终于成功化解 而胖叔雅各布也和奎迪忠臣眷属 从此过上了没凶没躁的幸福生活 好了电影到此结束 我是仙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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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